再来我们看到众所注目的洪仲秋案 在今年3月7号一审判决出炉 18名被告全部轻判 这让洪家人是无法接受 而今天二审开庭 洪妈妈说她之前梦到洪仲秋 而仲秋似乎希望家人可以放下 但洪妈妈说一审判决真的是太不公平 联想石金正在妻子的陪同下到高院开庭 洪仲秋案她一审被判8个月 是18个被告中被判最重的 18个被告陆续来到法庭 关节最高的吕张水威志一身吸中鼻挺 在律师陪同下来到法院 她还与洪爸洪妈疫情一后进入法庭 双方完全没有交集 她给我看到的整个影像 都是比较让我放心的 那我想她是应该要来告诉我说 请妈妈放心 应该她自己也有放下了 等了四个月二审终于开庭 一审法官认为洪仲秋的死是军官业务过失 并非淋虐致死 把罪名做切割 因此所有被告一审都遭到侵判 都是只有用业务过失的部分 所以才会罪这么轻 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 以一审的这样的一个刑期 我们完全看不出 谁来为中秋的死来负责 法庭上旅长沈威智 徐行政 刘延峻 范佐县的18名被告 都向洪佳人表示内疚遗憾 沈威智表示洪仲秋被关紧闭 是依规定核准 和江中哲说他没有错 徐志正说是行政疏失 而把洪仲秋送到视频会的范佐县则表示 他没有犯罪 负责操略的陈一勋则说 没有灵虐洪仲秋的意思 所有被告都做无罪答辩 只是这番供诉也让听庭的洪佳人 无法接受 平平摇头叹气 期盼上诉后 法官能够还给他们一个公道 有点TV 杨子杰 吴欣伦 台北报导